第二天睡醒后 巴塞小姐姐梳妆打扮 孤库很不理解 为什么女孩子出门之前要有这么多步骤 就在晨练时 发现了一只巨大的海龟 并且已经在丛林中迷路了一年之久 盛行款待之后 善良的小悟空决定带海龟回家 布尔玛原本不想多管闲事 无奈四星球的诱惑 加上周围恶劣的环境只能虚伏 途中被一只怪物盯上了 交出海龟 放你们一条生路 那我们悟空能同意吗 仅用一拳便轻松KO 见到了大海 悟空兴奋不已 大海龟让二人在此等候 必须表示一下 另一边 皮拉夫大人得知了第二颗龙珠的下落 据说在一个叫做龟仙人的老头手里 这么说来 第二颗珠子也就晚了 而等候了取久的悟空和波尔玛 看到了海龟从远方缓缓游过来 上面还站了一个老头 没错 正是皮拉夫口中的龟仙人 为了向悟空表示感谢 来吧不死鸟 呃尴尬了 那个不死鸟因为食物中毒去年咯地了 那这样 来吧金斗云 但是只有纯洁心灵的人才可以坐上去 那作为仙人 我先做个示范 结果尴尬了 差点没把老妖摔断了 悟空纵身一跃 成功登云 从此 我们的谷库有了坐骑 那此时 皮拉夫等人来到了龟仙人的孤岛 不惜一切代价要拿到龙珠 而经过了一番熟悉 我们的悟空已经完全驾驭了金斗云 这看得波尔玛先痒痒 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虽然没能得到金斗云 但是却得到了龟仙人脖子上的三星球 悟空和波尔玛向着第五颗龙珠的所在地 西边山谷进发 就在雷达显示的方向 坐落着一个村庄 但奇怪的是 每家都大门紧锁 悟空破门而入 突然一斧头披过来 整出了一个碗大的包 护主人连忙道歉 对不起乌龙阁下 村民说 乌龙是一个相当凶狠的妖怪 大家一提到这个名字 立刻袒虎色变 而且这个家伙可以变化出各种模样 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不但如此 还掠走了村里的好几位姑娘 就在今天十二点 他将要带走大叔的女儿 作为新的新娘 波尔玛向大家询问龙珠的下落 竟然在一位叫做包子婆婆的手里找到了 那作为交换 只要打败了乌龙 就可以得到这颗六星球